我也是肩膩都冤枉 新北市長朱立倫在板橋新生里里長王保麗的指導之下 用剪刀慢慢拆開布料準備要來幫自己做一套手工西裝 市長俐落的身手受到里長的稱讚肯定 因為里長王保麗從16歲就開始當學徒 對於西裝的剪裁非常有心得 因為我民國61年就學徒了 還一直從事這個行業 市長就覺得說哇這個傳統行業 還有里長還在做也不簡單 然後他叫我教他 然後真的市長學得非常快 我教給他我教他幾下 然後剪刀拿著就很穩 然後就剪自己的褲子 王保麗里長除了從旁教學之外 也親自示範在西裝褲的剪裁上該注意的事項 市長變成一日學徒 專心聆聽里長的教學 里長表示 朱立倫市長學得很快 剪刀又拿得穩 做出來的西裝一定好看 然後他就說 這個傳統的西裝 他還蠻喜歡的 他想定做一套 然後我就幫他量 量一量 然後準備就幫他做一套西裝這樣 兩人忙碌了半天 何不容易剪完四分之一的褲子布料 里長和市長舉起布料一起慶祝 不過剩下的剪裁工作 還是得留給專業的里長 才能完成這套手工西裝 中家新聞李嘉豪板橋報導 中家新聞李嘉豪板橋 中家新聞李嘉豪板橋 中家新聞李嘉豪板橋